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星期二在訪問新加坡期間繼續推進美國和印太地區盟友的夥伴關係 申請該地區對美國的安全一個繁榮十分重要 與此同時她對中國在南中國改革行動提出批評 賀錦麗星期二的講話當中重申了美國致力於地區和平和穩定、海洋自由、暢通無阻的商貿活動 推進人權以和覆落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賀錦麗表示該地區千百萬人的生計有賴於海上商業通道 價值億萬美如的物流在該地區同卻 每天, and ye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know that Beijing continues to coerce, to intimidate, and to make claims to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unlawful claims have been rejected by the 2016 Arbitral Tribunal 賀錦麗表示 賀錦麗表示 貨錦麗性的共同利益不是靈和博弈、職業與該地區的互動不是為了針對某一個國家或謀求盟友在選邊閘 而是為了推進夥伴關係的樂觀願景 她還說 印太地區人民明白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包括海平面的升高以及洪水發瀾 而且這場危機正在變得越來越近跛 賀錦麗星期二還出席了一個有關供應鏈安全與合作的廣卓討論會 他預計當日爆後時飛往越南成為訪問河內首位美國副總統 在訪問越南期間,何錦麗預計會討論一些相同話題,包括地區安全及氣候變化